华林县老人会25号举办了110年中风预防治疗讲座 以及金牛宋春新春团摆活动 县长徐正卫、县议员徐子帮 还有市民代表杨哲峰等人都出席了 和数百位的银法长者齐聚一堂欢喜 尹新春 县长徐正卫提到非常开心 在天气舒爽的这一天 看到这么多长辈们都走出户外 来到老人会馆相互交流 尹新年 这也要感谢理事长高明星 以及所有工作伙伴将整个老人会的活动 规划得非常完善 让老大人们可以参与各项有效身心健康的活动 放松享受生活 六十五岁是一个电风 且急剧下降 会急剧往下走下坡 所以六十五岁的五天 我们也会对这个政策 那现在还在 现在还在 大家还在进行写事件上的秘序 所以这可以跟大家报告 健康我们要自己找对不对 快乐也要自己找 我们走出来就找到了健康 快乐 好吗 好 祝大家新年快乐 谢谢 徐县长接续提到 华林县政府在去年举办全民运动会 总共有二十八项的运动赛事 吸引了超过一万五千人来到花联 值得一提的是 在检疫太极拳的运动赛事当中 花联代表队夺得了二金一银一铜的好成金 另外在垂球的部分 华林女子组代表队在垂球三人赛中 也击败了来自各县市 总共有二十对的好手摘下一金 协计华林的长者们都非常的健康有活力 记者宁洁华林市采访报道